雖然才目前是兩個月 可是我已經覺得 進了一個精神實光屋的感覺 她是31歲的顧佳琪 來自台灣 而這裡是新加坡 最大新創基地BASH 聚集超過700個國際新創團隊 顧佳琪會來這裡是因為 我後來深信國發基金的 創業編時計畫 直接被說我們創新建立主 我們市場不夠 我很建議去台灣 不要在高高層上 顧佳琪不是唯一這樣覺得的人 許多新創業者 都覺得新加坡環境比較好 到底差在哪 蓋空間不是重點 重點是把生態和環境給弄起來 包含人財、資金、甚至法律 旁邊是一個生態系 新加坡的新創生態圈 結合創業者與資金 連新加坡國立大學 搭車10分鐘就能抵達 產業跟人才近在咫尺 行政成本其實 搞一些法律風險 大家比較擔心 為了讓創業家無後顧之憂 新加坡不僅簡化程序 也為新創公司 提供會計與法律上的服務 註冊公司加上開戶 手續非常簡單 以外的 其實一天以內就無法辦 這邊MACON可以建議就是說 我們的User Education Cost 是多少 比一旁定義 就可以跟銀豪合作 台灣就是 你沒有創新性 你沒有市場 是一個JUGE的角度 台灣想打造亞洲矽谷 除了蓋文子館外 這些海外創業家的聲音 更值得政府深思 我們下次再見